TROF教學姿來當俱樂部部長吧 WIT這次要來介紹創建俱樂部相關的基礎 創建俱樂部第一部在Builder Crafting Bench 選Club War分業 倉庫俱樂部卡在上一部影片介紹過 建築俱樂部卡素材需要圓金數量25000 黃金魂數量200 製作建築俱樂部卡 WIT的黃金魂啊 製作完成開啟背包使用建築俱樂部卡 取名字樓如有裝漢化模組可用中文命名 詳細可參考巴哈姆特文章 WIT直接用YouTube頻道名稱加TW加Club 命名完成點OK就創建好了 按P開啟俱樂部清單就可以看到剛剛創建的俱樂部 WIT開始當俱樂部部長 進入俱樂部出發去俱樂部世界 剛創的俱樂部只是一個四面黃海的海島 島上看起來應該是中古高原的地形 WIT等不住騎著龍仔細看著花費200黃金魂創造的俱樂部世界 接著來介紹放置主要固定劍圖 在俱樂部世界按P選齒輪 選固定劍圖分頁 把藍色的英雄集會所用左鍵拖一到左側藍色圓圈 露現類似放置方塊的預覽 決定好位置就放吧 WIT很隨意的放了 英雄集會所落成後 對向坐墊的圓圈按1 召喚發放俱樂部冒險任務的NPC 召喚完成可領取俱樂部冒險任務 完成任務可獲得俱樂部升級需要的經驗與冒險幣 目前WIT遇到的俱樂部冒險任務有 攻略副本15個 吊水中的物品獲餘25個 炸彈殺、冥刺或傷害3種 任務獎勵的冒險幣落在150到200 接著換放置第二個主要固定劍組 一樣免住金Trofian俱樂部畢工會 放置方式與前面相同喔 WIT有點猶豫要怎麼放就是了 先來介紹Trofian俱樂部畢工會 這格建築主要的功能為透過俱樂部金庫捐獻俱樂部畢 俱樂部畢捐獻後俱樂部才有俱樂部畢區建築與升級設施 另外還有支付租金 和P在固定建築分業可以確認目前租金 目前WIT的俱樂部還不用付租金 所以沒有任何加成 俱樂部畢可以透過Cluby Mending Machine 用時貌險幣製作成一俱樂部畢 當創的俱樂部畢40 用俱樂部金庫捐獻俱樂部畢後 俱樂部的俱樂部畢增加 重複性好高的一段 在Builder Crafting Bench的Cluby War分業 製作Water Spring 擴增俱樂部地形用 到俱樂部世界按Tab切換建築模式 開啟背包把Water Spring 裝備到快捷鍵並放置 WIT已經隨意擴增一些地形 WIT實際擴增一次地形 開啟Water Spring 先製作無線框架 左上角第一個 無線框架是製作其他地形需要的素材 接著依個人喜好或創作魂 挑選要製作的地形吧 WIT隨意挑一個製作 接著開啟背包 把地形裝備到快捷鍵 按使用就會跳出地圖 讓玩家確認要擺放的位置 點選擺放會跳出確認視窗 下好離手 放下去就回不去喔 確認後會把視角拉到擺放地形的位置 這時按ESC還是可以取消擺放 轉化需要一些時間 轉化時視角會移來移去 轉來轉去 待轉化完成地形就擴增好了 剩10秒時會跳出倒數 還有10秒 讓玩家可以按ESC 這次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有其他想看的想問的歡迎留言 WIT會盡量做成教學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協助按我喜歡加訂閱並分享 按讚 按讚 分享 感谢观看